哎 兄弟们我开了个超市 这不第一个大圆种 那不是 这第一个顾客这不就来了吗 四件商品 一共20块钱 他给了我40 咱们要找20 那我 我这找你10块行不行 文文 哎 你看 他居然没有发现 我就说嘛 干超市指定能发财 下一位顾客 一共消费23元 也给了咱们23 不是大哥 你这么来 我就没得赚了呀 行了 下次别来了 咱这不欢迎你 这位大哥买了不少东西 看看能赚多少 不是 看能赚多少钱 需要找03毛钱 三毛还找呀 逼我黑口呢 找你两毛行不行 嘿 都知道 做生意不容易 能多挣一毛是一毛 这位顾客需要找038块 给你20行不行 再给你10块 嘿 再多给你一块行不行 最多找你32啊 再多我就亏本了 我说这位大哥是不是非常有道理 放心啊 你是刷卡的 这枪我没法摊 毕竟我是个良心商家 咱做生意是有底线的 臭妖脸 啥意思啊 说我的起司卖的太贵 不能吧 我主打一个薄利多销 市场价4.08 我卖4块8 这不贵呀 他直接是不想在我这消费 随便找了个理由 罢了 有道理 不知不觉都忙到天黑了 该说不说的 做个小本生意确实辛苦 所以说能多挣钱的机会 一定不能放过 别问我为啥不开灯 开灯不得交电费呀 这钱我必须省下来 现在深夜没顾客 该关门歇夜了 这一天小挣400多啊 美滋滋 看一亮就得赶紧进货 这店里面缺的各种商品 全都来一份 不得不说啊 这里的快递是真快 瞬间就送到了 作为老板嘛 干工作就得清理清为 这面粉就放这 先把超市的营业招牌打开 然后开始卸货 切片面包上 巧克力上 意大利面上 食用油上 淀粉上 咖啡上 起司上 哎呦啊 以后可不能进这么多货了 差点把我的老腰勒断 今儿要是不多贪点 都对不起我的腰 来 我一个左正灯 哎 还是在上面风景好 我说各位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灰哥小超市 保证你买得了吃亏 买得了上当 啊 一个小姐姐光顾了 咱必须给她服务好 啊 不是 哎呀真不赖呀 放心 就凭你这样的 我绝对不可能多收你的钱 哎呀 找不到这个品牌的面粉是吧 别担心 我立马给你进货 咱可得多留住这些老顾客才行 先把面粉摆上 然后 哎呀 这个小姐姐也不赖 而且看看人家一出手 就买了这么多东西 别管了 今天我必须给你打个扎 保证你一点亏都吃不到 谢谢哦 哎呦 买冒出来一个光头 还买了不少东西 看着眼神就十分地聪明呀 那这样 给你找三块 你也别让哥吃亏 下次你来我还给你便宜 没毛病 远种又来咯 我看看 啊 不是大哥 你这钱准备的这么刚刚好吗 你这是不给我下手的机会呀 走走走赶紧走 我不需要你这样低质量的顾客 哦 再看看这个西装老哥 哦 一看就很阔绰 需要找八块六十八 那我给你五块怎么样 你想想 人家连句话都不说 这才叫格局 今天最后一位顾客 一共找零十六块八 我给你一块 十块 五块 够了吧 哎我说 一共八毛钱 你不至于这样说吧 我可是良心上家 良心上家呀